我们属于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不要搞恶作剧 课间休息的时候 大家三三两两地来到教室外的走廊上放风 皮皮没有出去 而是把乐乐叫过来 在她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 乐乐听了以后 黑黑地偷笑起来 他们俩把两个沾满了粉笔墨的黑板擦 偷偷地夹到教室前门的上方 然后从面向走廊的窗口边 脚正在走廊上和人聊天的平平回来 说有事找她 平平心以为真就向后门走了过去 皮皮和乐乐着急地喊她 想让她从前门走进来 但是平平已经从后门进来了 平平问他们俩什么事 皮皮和乐乐极不自然地笑了笑 摸着后脑勺说没什么事 平平说 那你们叫我进来干嘛呀 皮皮灵机一动说 我和乐乐正在想刚才纳杰克老师讲了什么 有点深奥 我们都不太懂 所以想问问你 这时 欢欢突然从前门进来了 只听啪哒啪哒两声 两块黑板擦全落在了她的头上 接着掉在地上 欢欢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雪人 头发和脸蛋全变成了白的 皮皮 乐乐和平平轰然大笑 其他人看见了也大笑起来 但笑得最开心的还是皮皮和乐乐 他们笑得前仰后翻 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 却是欢欢突然爆发的哭声 立刻有同学却报告了班主任杨老师 杨老师匆匆赶来 带走了欢欢 为她清理头发和脸上的粉笔灰 之后 她叫了几个在场的同学到办公室 询问事情的经过 他们都把恶作剧的嫌疑人 指向皮皮 乐乐和平平 杨老师把皮皮 乐乐和平平 叫到办公室 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皮皮一个人把事情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 说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乐乐听到皮皮这么说 承认说自己也有份 杨老师又问平平 平平说 老师 我是无辜的 皮皮皮和乐乐也说 对 她是无辜的 很快 事情的真相就搞清楚了 平平知道了 原来皮皮和乐乐是想恶搞自己的 有点不高兴 皮皮和乐乐向她诚恳地道了歉 杨老师批评了皮皮 并告诫他们二人 不要玩恶作剧戏弄人 这样不但不利于同学之间的和睦 有可能还会造成危险 放学后 皮皮和乐乐去向欢欢道歉 欢欢不理他们两个 收拾好书包就要走 皮皮和乐乐拦住她 一个劲地向她陪不是 但欢欢还在生气 不想接受他们的道歉 她看到只有他们两个人 就说 你们不是有三个人吗 皮皮说 不是三个 就我俩 主意是我出的 事是我们俩干的 不关平平的事 和平平没关系的 乐乐说 对对对 我们俩本来是想恶搞平平的 但没想到她没走前门 走后门进来了 所以才误伤了你 欢欢说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错怪平平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过了没多久 皮皮喜欢恶作剧的老毛病又犯了 一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叫同学们举手回答问题 皮皮的同桌 举手被老师选中 站起来回答提问 皮皮偷偷地把同桌的椅子给挪开了 同桌回答完问题 落座的时候突然做空 一屁股摔在地上 引得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 但是 很快 大家的笑声 就被同桌的哭声淹没了 原来 她摔下去的时候 头磕在了桌棱上 磕出了鞋 皮皮下的呆住了 不知该怎么办 同学们也都吓傻了 纷纷站起来 往这边张望 老师从讲台走下来 扶起皮皮的同桌 带她去校医务室包扎 事后 杨老师把皮皮和她同桌的双方家长 请到了学校 共同商量医药费的事情 皮皮的爸爸 向对方表达了歉意 然后全额支付了医药费 并给皮皮的同桌 买了很多礼物 皮皮也向同桌道了歉 并向杨老师和双方家长保证 以后再也不搞恶作剧了 安全 小贴士 打恶作剧 不仅会伤害同学之间的友谊 不利于大家的和睦相处 而且还可能会造成意外伤害 有的意外伤害 还可能会很严重 所以我们都应该真诚对待同学 拒绝恶作剧 下句话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